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一同来到教会 来亲近神 来敬拜神 来领受真神 要给我们全家共同领受的福气 我们愿彼此勉励 也希望在线上听到的弟兄姐妹 能够走出我们的脚步 也带领我们的家人一同来得造就蒙福气 好 我们今天要看撒末尔记上十八章 那我们请翻开撒末尔记上第十八章 那十八章 记这个十七章啊 我们上一次谈到大卫 大卫靠着神有刚强壮胆 而且能够胜过大仇敌哥利亚 所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壮举 完成神给他的一种恩典使命 所以来到第十八章 当大卫在得胜之后啊 所面临的这种跟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看到十八章 今天我们要学的、要读的、要领受的 看到一样是三个主角 一个当然是大卫 那一个就是啊 王子约拿丹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国王扫罗 一样以这三个人为一个故事的要角 来串联出什么 串联出啊 当大卫战胜仇敌 那他跟周边的人 因为他有表现 他有一些特质 然后啊 旁边的人 周遭的人 跟他产生的不同的人际关系 微妙的这种人际的关系变化 在这一章里头可以看到 那值得我们今天啊 细细来查考 来得到一些学习 我们今天有很多小朋友 我们要学习如何交朋友 所以今天信徒一样 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属灵信仰的追求当中 如果我们啊 可以维持一种良好的 这种与神与人的良好互动 人际关系 其实更包括人与神的关系 那这种关系良好的时候 可以让自己有莫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章啊 简单啊 谈到当得神同在的大卫 人与神与人有良好的关系啊 这种平衡和谐的人际关系 带来的这种好处 但是怎么样建立呢 我们可以从这一章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我们看第一节 十八章 扫摩尔记上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里我们就看到啊 第一 大卫对扫罗说完话 因为扫罗问他 你谁啊 你谁的儿子啊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大卫很谦卑的在上一章回答 我是伯利恒人耶稀的儿子 你仆人耶稀的儿子 谦卑的回答 这个何忠道的看待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说完话是这个意思 然后约拿丹一听见 约拿丹在旁边一直看 哇有一个这个厉害的 这么勇敢的少年人 在众以色列人当中 没有人敢站出来的时候 挺身而出 为神的民 为国家 为民主来奋战 他非常的欣赏 所以啊 约拿丹在等着答案 哇 一听大卫自我介绍完 你看 约拿丹的心 与大卫的心 身相契合 他就 寻找密友 寻找那个与我 道自同相 道同相合的 与我同心志的 与我有相同的默契的 所以啊 他找到了这个 哎呀 这个真是一个人生的义友 他一定要相交 所以约拿丹就爱大卫喜爱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第一次见面 就爱到这样子 就这么样的身交 所以一定有他的特性 第二节 纳日扫罗就留住大卫 国王把大卫留住 不容他再回复家了 因为这个英雄太伟大了 以色列的英雄 留下来 为国家来帮助 来建立 这个大益处 第三节 继续谈到 约拿丹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就跟他结盟 所以第四节 约拿丹这个结盟 是真实的 真诚的 他从身上脱下了外袍 给大卫 然后又将战衣 刀 弓 腰带 通通给了大卫 我们要知道 以色列人到现在 还是很弱的 因为菲利斯人控制他们 压制他们 所以那时候 只有国王跟王子 有这种全副的武装 一般人 还拿这个农具 这个斧头 鸡 来对战 很可怜 很落魄的 所以只有约拿丹有 这是王子的身份 这种战士将军的 这种配备 他愿意拿下来 跟大卫来结盟 这真的是看到 第一段 约拿丹与大卫的这种情谊 所以我们第一段谈到 这种人际关系 这种交 这种友谊 是什么 是属灵的人际关系 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 谈到属灵的人际关系 就是大卫跟约拿丹 他们认识 身心相弃 然后彼此认 能够生交 认定 甚至用性命相交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 人生 找到这种朋友 这个真言十七章十七节 告诉我们的 说什么 这个 朋友啊 乃 时常亲爱 我们有没有这种朋友 像约拿丹大卫 这样相交 亲爱 属灵的人际关系 甚至不惜啊 甚至不惜啊 这个性命来交托 哦 这个真的是生死之交 默逆之交 哦 所以啊 真言十七章十七节说啊 朋友乃 时常亲爱 兄弟为患难而生 我们有这种手足吗 我们在人生当中 有没有这种朋友呢 哦 所以啊 这一段啊 是非常美好的 属灵的人际关系 属灵的真正的好朋友 哦 当然我们人生 治好的朋友 不用讲 那是天上的神 哦 有一朋友 哦 比兄弟啊 更可贵 我们的主 哦 但是我们现在 主啊 是我们在世上 有人际关系 我们就要去寻找 世上的好朋友 这里啊 呃 谈这种 属灵人际关系的 建立的过程 先看看有人要污蔑这一段 哦 污蔑什么 哦 这个 在谈到 哦 这个大 约拿丹爱大卫 大卫也爱约拿丹 哦 所以啊 约拿丹爱来爱去 如同自己的性命 就 哦 世上的人 不能用真理来看待圣经 那就故要曲解说什么 这个就是同性恋嘛 哦 这就是断修之辟嘛 对不对 哦 啊这样啊 来扭曲这个属灵的这种美好的自交关系 哦 这个真的是不应该 大卫跟约拿丹是同性恋吗 当然不是 大卫是勇士 约拿丹也是勇士 他们各自有家庭 哦 大卫啊 后来娶了米甲 哦 后来他当国王 他也有很多的王妃生的儿子 约拿丹也是啊 约拿丹后来啊 早逝 那约拿丹留下的后裔 哦 还有这个 伊斯波 米菲波瑟 哦 这个 哎 这个 他们有自己的爱情家庭 所以啊 这个根本完全无关 世上的这种情欲的 世人的这种世俗的 同性恋的这种放纵 哦 这种情欲的结合 完全是 啊 污蔑 哦 这种风马牛不相干 所以我们在谈这一段 当然我们有很深的认识 我们有真理的啊 这样的认识 比如说 啊 这里谈到爱 喜爱 哦 这个 这种爱是什么 这里谈到很多节 哦 比如说 呃 在 十八章 哦 我们看到十八章 第一节 这个有 身心契合 哦 第三节 哦 爱 这个爱其实是喜爱啊 这个字哦 跟后面 十九章第一节 这个 扫罗啊 扫罗 这个 儿子约拿丹 慎喜爱 哦 然后啊 跟这个 二十章 哦 这个 十七节 哦 十七节 约拿丹爱大卫 如果爱自己的性命 哦 这些字眼都一样 那或者说 我们今天回来看十八章 这个 众人也爱大卫 十五节 十五节 众人也喜爱大卫 这种 啊 这个 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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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是一样的 这种 啊 喜悦 悦纳 哦 这种意思啊 所以这个 我们要看清楚 哦 所以 在这里我们看到 约拿丹跟大卫之间的这种 美好的情谊 生 性命相交的情谊 是来自于啊 来自于属灵的这样的关系 哦 所以啊 为什么 我们分析起来啊 他们啊 简单来说 他们两个 都是对神有专一信靠的 这种心啊 同一个信仰 同样相信神 然后啊 同样把自己交托给神 难怪他们英雄习英雄 哦 不是说 啊 大卫你很厉害哦 武艺高强 哦 啊 约拿丹也是很 刚强壮胆 哦 这种英雄相喜 不是哦 那个真的英雄是在神面前 成为刚强的人 比如说我们来看 啊 他们怎么样来 呃 表现他们对神的这种 专一信靠的心呢 哦 有属灵的相同的 内在特质 所以又会彼此欣赏 那个属灵的特质就彼此吸引 哦 你看那个十四章的第六节 哦 十四章第六节 啊 啊 记载啊 约拿丹如何 靠神成为得胜者 哦 我们看 扫末记上十四章的第六节 他说到啊 呃 这个 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忍说 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离的房营那里去 或者 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你看 这是约拿丹对神的这种信靠 他的刚强壮胆 他成为勇士 成为英雄 因为他靠神了 他说 我知道神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所以啊 约拿丹有这种专心信靠神的这样的一种 信心 跟内在的属灵生命 这个 就如大卫一样 你看我们回来看十七章大卫 哦 大卫怎么说 大卫当然是 第四十七节 十七章四十七节 他说 我要让全天下知道 以色列众有神 四十七节 又使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战争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哦 所以啊 大卫是不是一样 他的心完全信靠真神 所以难怪两个人的内心是相契合的 哇 我看到另外一个自己 哪里像 不只是外表 或者说这种勇敢 这种 这种 爱民主 爱国家的这种英勇 是看到内心那个 完全属神的人 信靠神的那种信心 太欣赏了 真的你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完全交托天父真神 所以那种欣欣相惜 是这个关系的建立 所以啊 难怪都是靠神啊 有刚强的心 靠神有得胜的这样的特质 难怪会彼此欣赏 所以啊 美好的信心互相辉 他们两个就欣欣相应 英雄喜英雄在这里 所以这种属灵的美好的内在 互相欣赏 就彼此能够激励啊 就愿意真诚的相待 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 心心相应是这样子 了解啊 我知道你 你知道我 因为你的内心如我一样 是在神面前坦然的 这个有靠神的这样的 智同道合的心 我们就同心 那就可以同行 所以啊 彼此 这个 第十八章回来看 哇 一看见这个 大卫 原来他的心 跟大卫的心 就绑在一起 十八章第一节 那个生香契合 那个生命 那个魂 能够困在一起呢 这种这种 怎么会找到这样的朋友呢 因为 属神的人 有这样的特质 好 这是第一个 这个 有共同的交托信仰的信心 他们就生香契合 不是同性恋喔 不是情欲结合 是灵 属灵的生命的契合 好 那第二个当然 既然这样子契合 我同心 我们就可以同行啊 我们可以一起来为志向 为我们的行动 为我们的计划来结盟 所以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 两人不能同心 怎么样同行呢 喔 所以啊 这个啊 能够成为 自同道合 同心同行的 生命相交的这个盟友 喔 这两个人是这样子 能够啊 同心 在基督里 有一致的心 靠神的心 啊 因神的爱 愿意爱 国家民族 啊 愿意接受神的带领的心 好 那这样就可以同行 那最后还什么样 喔 看第三节 这个约纳丹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与他结盟 喔 然后他第四节八 他的这个权柄 喔 他的这种身份 都愿意啊 给大卫 这表明什么 其实约纳丹心里有一点宿内 将来这个人 很可能取代我 哇 那如果我们正常的人 哎哟 这个威胁到我的身份地位 怎么可以 我要排 排除这样的人 喔 我要啊 防堵这样的人 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子 真能够与你同心吗 与你成为自由吗 愿意与你用生命来相交吗 你影响到他的利益 他为什么要这样跟你 世上没有真心相待的朋友 喔 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政治 社会就是这样啊 有利益啊 就是 喔 就是朋友啊 利益相冲突了 哇 可能就是敌人了 所以这个是 世上的价值 但是却 约纳丹愿意啊 不顾自己的利益 甚至生命也愿意牺牲在后面 真的为大卫来奔波 来保护大卫 来啊 实践他的诺言 这个真的是 两个人真的是 为什么能够舍己啊 朋友之间能够爱 舍己 喔 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看喔 这就是基督要我们来学的 耶稣基督要我们彼此相爱 你真的能彼此相爱吗 你找得到朋友 找得到信仰的同伴 属灵这种相交的生命吗 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 我们这里要做记号 约翰福音第15章 约翰福音15章13节 约翰福音15章13节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喔 所以呢 13节 12节 我们看12节 主耶稣啊 要门徒讲 主耶稣的吩咐 新的命令 其实是原来的命令 这命令是什么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耶稣怎么爱我们 他最后为我们啊 成为罪人 他最后为我们走这条 各个他的这种 迫害 然后丧命 羞辱 他把荣耀弃掉 他把神的尊贵啊 弃掉 就好像刚刚那个约翰丹 王子的袍 他的这个战袍 他的身份 他的装备都 愿意啊 都给大卫 那个就是基督的爱啊 喔 所谓的表明喔 哇 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能不能舍己呢 约翰丹为我们展示的怎么舍己 那问题是怎么做到舍己的 因为心生相契合 为什么在灵里面 在神的爱里面 在神的这份信仰当中 能够找到这样的 让我们愿意来舍己相爱 所以我们要找到 第一个属灵的好朋友 喔 真的要在信仰上面 在信仰上面 在爱心上面 喔 来同心同行 喔 甚至啊 我们就可以 啊 体会到 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啊 喔 能不能这样做到呢 喔 约翰丹做到了 而我们展示我们 人与人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 是可以这样子的 喔 所以这个第一部分 让我们看到约翰丹与大卫的 这种友情真是可贵 令我们羡慕 也是我们可以学习 效法的对象 因为他要带我们去体会到 基督舍己的 喔 这样的这种真正的 啊 相爱 喔 好 这是第一段 我们人生里头 如果找得到这样子 何其有幸 喔 我们要找 我们也可以追求 因为神应许 我们有同一个信仰 同一个神 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之中 同一份啊 啊 这个 永生的 这个道路的伙伴 我们可以携手相行 喔 啊 这是第一段 让我们做一个学习 跟 啊 体会 第二段 我们就回来看一下 呃 另外一种 属血气的人际关系 喔 这就要谈到扫罗了 我们会来看 扫末尔记上第十八章 喔 三百五十九页 这个 从第六节开始 喔 第六节开始 谈到 扫罗跟大卫的 关系 啊 这种关系 让我们看到喔 今天的社会上喔 人际关系的一种 啊 一种 一种险恶 跟一种 啊 这种 现实啊 喔 这就是属血气 的人际关系 是扫罗对大卫 喔 不是 比对刚刚约纳丹跟大卫 一个是属灵的人际关系 现在来谈属血气的人际关系 看似啊 哇 很有 很有爱 看似很有情 其实啊 我们在形容说 叫做什么 口密 附件 表里不一啊 好像要跟你亲密 其实啊 笑里藏刀 这就叫扫罗 叫做属血气的人际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第六节 大卫当打死那菲利士人 就是格利亚嘛 大家同军队众人回来的 国王也回来 王子也回来 那妇女们就 这个 从以色列个城出来欢喜 打鼓急庆 跳舞 唱歌跳舞 迎接扫罗王 因为得胜嘛 国家民主的胜利啊 以前都被菲利士人压着 现在啊 居然啊 大大得胜 这是国家的荣耀 从谷底啊 逆转胜 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 大家欢喜啊 所以就一出来跳 唱歌跳舞 来欢迎 这是夹道欢迎嘛 结果啊 欢迎的时候 他们唱一首歌 第七节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哇 这个不唱不得了 就唱的这一句啊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然后扫罗杀翻脸 本来是高高兴兴 欢欢喜喜 结果 大家唱欢迎歌 听的人啊 唱者无心 听者有意啊 就人家听成是 是不好的 第八节 扫罗大生气说 这个在唱什么 你万万给大卫 千千给我 我我数千千 大卫数万万 怎么会比我多 哦 那就剩王位 没给他啦 他万万啊 王给他好了 哎 既然 居然就听成啊 不喜欢的话语啦 所以啊 开始心里头啊 这个疑心生暗鬼 哦 从第九节啊 从这日起扫罗怒视大卫 莫名其妙的 大卫是 没有得罪他 大卫是少年英雄 大卫啊 甚至是服侍他的呢 还记得吗 他在帮扫罗 啊 这个弹琴啊 哦 他甚至还不认识 他眼中只有一个弹琴的小矛头 所以他问说 哎 你是谁的儿子 我怎么不认识你 给他服侍这么久了 他把他当成仆人 这种奴才 也没有得罪他 现在是为国家立大功 哦 国家的功劳 就是王的功劳啊 结果 他没有感激 反而是怒视 哦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 哦 妇女唱歌 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其实 有人说扫罗的文学素养不好 呵呵 听错话了 这个千千万万 是这种 以色列他们啊 犹太人他们在 诗词上面的 一种对比 对仗而已 哦 千千万万也不是 明确的数字 是一种形容很多 很多 哦 所以啊 作诗 作对仗千万 千万天使 又不是千天使跟万天使 这是一种形容 扫罗啊 不读书 有人这样讲 误会了 那最重要是他的心蒙蔽了他 哦 其实他人家也可以唱 哦 先唱千千是因为 扫罗王是王啊 先唱国王嘛 哦 啊 千千万万嘛 啊 所以后面就给大卫 没有这个意思啦 都是好 都是颂赞 都是啊 都是肯定 结果 这个扫罗啊 心中啊 有鬼 哦 心胸狭小 就听成啊 哎哟 他比我多 哦 所以这就是扫罗的问题咯 所以啊 从这个其他怒视大卫 怒视的时候啊 就会怎么样 就会产生一个不好的效果 哦 这个 啊 第十节 结果啊 心中啊 有恨 因为嫉妒 有恨 然后恨啊 就有像杀人一样 这就给魔鬼开了门啊 哦 所以啊 就给魔鬼留地步啦 魔鬼就来了 哦 你有恨的时候 要小心啊 你要不要开个大门 欢迎魔鬼撒旦来干扰我 你看 第十节 真的哦 神允许的 那个恶魔就来了 大大降临在扫罗身上 他就胡言乱语 哦 那大卫怎么样 赶快 以前就是来弹琴 来来来 安慰啊 来来抚平 哦 让扫罗的情绪 结果扫罗边听 首领拿着枪边听 听一听 越想怒火中烧 度火中烧啊 那个枪就真的射出去 十一节 扫罗说把枪一轮心里说 我把他刺透 把他钉在墙上 哦 结果两次哦 大卫哦 躲他两次啊 哦 这个真的是千军一返 哦 然后 但是啊 真正要怕的是什么 是扫罗在怕大卫 不是大卫帕扫罗啊 哦 因为他看见什么 十二节 他看到神离开了自己 神的灵转离开了 以前有跟我同在 现在没有了 哎 跑到大卫身上去了 嫉妒 更嫉妒 哇 怎么可以 哦 你看哦 这个十二节 神离开自己 与大卫同在 哦 所以他就嫉妒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这样想 我们看到别人啊 有美好的表现 做出美好的功 他有美好的恩赐 哇 他的讲道 哇 他的这样的服饰 哦 他的传福音的这样的一种口才 带领人的这样的恩赐 就是 看越看越不顺眼 就不能接受呢 哦 就开始惧怕 哦 奇怪 奇怪 应该是要觉得好啊 这是好事 因为啊 大卫的表现 是带来国家社会 神的国的这样的造就 其实是神的名德荣耀 我们同为神的国 同得好处啊 怎么会不喜欢呢 哦 所以这是扫罗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扫罗这种 俗血气的这种 人际的眼光 所以带出来的人际关系 是扭曲的 甚至是 是一种 啊 这种 不好的 是一种邪恶的 为什么 因为他骄傲啊 哦 扫罗是不是后来变骄傲了 他以前也很谦卑啊 后来他骄傲了 所以他觉得 不可能有人比我功劳大 也不能接受别人的能力比我强 哦 众人对他的赞美比我好像还多 我就 就嫉妒呢 所以他那个骄傲 最主要是骄傲 骄傲就没有办法容纳 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哦 别人的优点应该是我们是很肯定的 很很认同的 怎么会嫉妒呢 哦 因为他骄傲 骄傲就无心啊 来容纳别人 哦 所以不可能跟大卫同心嘛 啊 不同心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会跟这个人交朋友 啊 没有大卫这个朋友是不是很可惜 大卫预表基督呢 哦 大卫 对国家 是大帮助呢 哦 如果大卫 像约南丹这样 成为好朋友 那是不是大大的注意 今天我们看啊 因为扫罗的骄傲 失去的同心 失去的朋友 失去的朋友 就失去的帮助啊 你看他做什么事 你看十三节 十三节 所以扫罗王 就啊 怕大卫啊 他就叫大卫离开自己 哎 好的人 好的帮助 要留在我们身边帮助 怎么会把他赶开 哦 就立他当千副长 叫他领兵出入 看似啊 给他机会 其实啊 是把他驱离自己的身边 所以我们身边哦 如果没有朋友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怎么没有人帮助我 怎么没有人跟我同心 我在做工怎么都没有 这种同伴呢 想想我自己 有没有像扫罗这样的问题 所以啊 他把扫罗 扫罗把大卫赶开 哦 啊没有朋友啊 啊又没有帮助啊 哦 甚至啊 啊 最后啊 这个 大卫啊 要躲避扫罗的追杀 因为扫罗到最后 是要杀他 不是说把他敢离开自己身边 是要杀他 不容他活命啊 所以把大卫这样的 对国家的大有帮助的 英勇的勇士 将军 领导人才把他敢离开 这个国家会有帮助吗 所以扫罗啊 大大的失策 所以这种人 血迹的人性关系是非常糟糕 不但自己啊 受捆绑 受这个亏损 让国家社会 也受到亏损 你看看 如果大卫 不因扫罗这样子 他在这里帮助 虽然以后他要当国王 但神会安排啊 如果大卫一直在以色列国 还需要这么多的 这样的过程吗 大卫早就可以帮助扫罗王 建立很大的强大的军队 然后来攻打敌人 然后让以色列国啊 荣耀啊 很早就显现出来 这就是因为扫罗的私心 骄傲把他驱赶 没有朋友失去帮助 損己啊 又损害国家 小我大我都大大的损伤 很可惜 因为他骄傲 第二个 因为他骄傲 所以也因会有嫉妒的心 所以嫉妒啊 让他没有办法接纳大卫 那嫉妒呢 就由爱生恨 他原本来很欣赏大卫啊 他说还要让大卫当女婿啊 结果啊 没有 第六节 他嫉妒了 这个 怒视大卫 那嫉妒啊 那嫉妒啊 就让恨在心中 取代了爱 所以 这种 不好的 甚至是敌视的 仇视的 只会带来毁灭 所以由爱而生恨 仇恨 今嫉妒仇恨 然后最后仇恨就是恨弟兄就是杀人 主耶稣说恨弟兄就是杀人 那最后落入到黑暗的这样的世界里面 魔鬼啊 魔鬼啊 挟制了他 所以啊 魔鬼就来了 大卫 就要为他 来唱诗 赶鬼 所以啊 嫉妒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我们看真言十四章 第三十节 真言十四章三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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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所以啊 这个很可怕 扫罗的心啊 因为他前面骄傲啊 让神啊 因为他骄傲 他多次的忤逆神 背叛神 与神为敌 神就离开他 现在又因为嫉妒啊 让他的骨中 内在的生命 朽烂了 这很可怕 所以扫罗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如果心中安静 这个看待别人 凭着爱心 凭着神似的这样的一种 圣灵的谦卑的心 都能够接纳 那就会带来肉体的生命 结果他没有生命 反而是嫉妒 去腐蚀他的生命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啊 嫉妒啊 不要在我们心中产生恨 使我们彼此相爱的能力丧失 无论是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 我们在家庭亲子之间 家庭的肢体之间 夫妻之间都一样 我们才有办法 真正的彼此相爱 才能够饶恕 所以这是扫罗的 这样的一个血气的根源 带来的血气的人际关系 所以呢 他最后是面临黑暗的 所以啊 即便啊 他 有那个心啊 他前面已经承诺了 谁啊 杀死哥利亚 我就把公主嫁给他 当我的女婿 结果我们来看他 这个十七节 十七 我们会来看撒幕尔记上十八章十七节 扫罗啊 他要来承诺他当君主 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威信 我要将大女儿米拉给你 只要你为我奉勇作战 结果他 这个表面上讲得很好听 在人前看起来 他是一个有承诺 有威信 有信实的君王 结果他心里头是这样想 扫罗心里在想 我不好亲手害他 哇 他一定要害一个 一个英雄 害一个可以为他 来征战的 为他来立功的 这样的一个勇士 他居然想要杀他 他说我要借非利式人的手来害他 他又不好亲手 做这个 这样害灭命的事情 结果 这个 他说你只要为我奉勇作战 大卫还很单纯 十八节 大卫 我是谁 我不配啊 我怎么可以做王的女婿呢 所以啊 十九节 大卫在谦卑的 在这样 不敢 不敢 月份的这样的谦卑当中 哎 扫罗讲一讲 其实都口是心非 他十九节就直接 哦 该 该给大卫的时候啊 该实现 这个 国王的承诺的时候 他居然 做了这种 把女儿就直接嫁给别人 完全被信 没有 没有道义啊 这个真的是很过分 然后啊 就打了大卫一耳光嘛 就是啊 耍了大卫一次 然后第二次呢 二十节 扫罗赐女迷甲爱大卫 有人去告诉扫罗 扫罗就好好好太好了 哦 那 这个又 真的太好了吗 他说扫罗就很喜悦 说啊 我这个二女儿爱大卫 我二女儿要嫁他 这个喜悦 这种是心内心的窃喜 但是不是真的 啊 我 我的女儿可以嫁给英雄 啊 大卫 可以得到好 应有的这样的一种 奖赏 不是哦 他说喜悦是说 我可以再害他一次 所以这种 这种 很可怕的心 这种啊 真的是 恶人 真的是 世上的这种 我们看见了这样的 人心的显恶 一位诗 二十一节扫罗说 我 这个 二女儿喜欢他 那我就 把他 嫁给他 做他的网罗 然后再 再一样要借菲利斯人害他 所以啊 扫罗无耻的对大卫说 你今天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 第一次是 好像没事一样 这种 没有羞耻的 没有诚信的 然后辜负大卫 然后还大言不惨 说你可以第二次做我女婿 结果 他怎么样做呢 他才是要害大卫 他不是真的要 让大卫得幸福啊 二十二节 他就说 你们 去 吩咐臣仆 去 去 慫恿大卫 你就去杀一百个菲利斯人 因为条件是这样 你 大卫说我实在是付不起聘金 你是王室啊 我娶不起公主啊 我真的我是一般人家而已啊 那扫罗就 假装好像说 你只要一百菲利斯人的羊皮 你 这个为王报仇 当作聘金就可以了 一直就要杀一百 一百个敌人啊 所以啊 扫罗爵臣仆二十六节 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卫 大卫就 就有一个信心 哦 原来 我也可以娶得起公主 啊 国王答应的条件就是 我杀敌一百人 所以啊 大卫 就很认真的 也很单纯的 因为国王嘛 君无戏言 二十七节 大卫就去 去动身 马上去杀了两百菲利斯人 把他们这个羊皮树木交给王 国王要他杀一百个仇敌 他杀了两倍 更大的聘礼 更大的这样的诚意 为了要做王的女婿 于是 扫罗真的把米甲嫁给大卫 然后啊 这个一嫁 这个当然不是 不是真的 怀好心啊 也不是为了女儿幸福啊 也不是为了奖赏 这个功臣大卫 但是为了很怕大卫 找机会要把他灭掉 二十九节啊 因为扫罗二十八节看到 大卫又神跟大卫同在啊 他连女儿也爱大卫 哇 我的旁边的人都爱大卫 更嫉妒 没有那么爱我 那么爱大卫 大家都 万万归给大卫 尊荣都归给大卫 喜爱都干 人际关系那么好 我怎么这么不好 他就没有监讨自己 所以他开始更嫉妒 然后那个 就让魔鬼啊 仇恨啊 更充满在他的心 就被魔鬼利用了 所以他就更怕大卫 就常做大卫的仇敌 所以我猛后就看到 他怎么对付大卫 怎么来追杀大卫 好 这就是书写器的人际关系 那我们看到 因为骄傲 因为嫉妒 我们就找不到朋友 甚至我们把帮助推离开了 非常可惜 这个帮助 不但让我们 失去了一个注意 甚至啊 让一个人啊 因为 忌恨 因为仇恨 陷入黑暗 最后被 要为 要设别人网罗 却自己 为自己啊 生命设下网罗 这就是扫罗啦 好第三个 我们要讲大卫 我们迅速讲一下大卫 当然是大卫啊 大卫在这两段的人际关系当中 他是被动的 但是他怎么回应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 但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啊 大卫啊 跟 这个 对他友好的 生命啊 真诚相交的 约拿丹 他以这样相待 那对他 这种不好的呢 这个扫罗呢 甚至要杀害他性命的 他也没有去报复 他也没有去 这个 与他来仇恨 或者说以恶报恶 没有 他就是一个尊重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心 那最主要是什么 我们看到大卫的精神 大卫为什么得到好的人际关系 包括约拿丹 王子的爱慕 王子的这种推心致富 第五节 十八三第五节 扫罗把大卫拆出去 往何处 他都做事精明 做事精明就是 行事啊 这个 能够啊 谨慎 明道 明是非 辨别是非 神明大义 明理 所以大家都很喜悦 他 扫罗奥地他做战事长 众百姓和扫罗臣朴 无不喜悦 照理讲喔 如果一个人表现很好 他 攻击很大 做事精明 有大部分人会肯定没有错 但是可能有人会忌妒 我们刚才说扫罗就是嘛 所以可能也会树敌喔 没有呢 百姓跟臣仆啊 没有人想要扯他后腿 没有人想要与他为敌 大家都肯定 都喜悦他 这不容易啊 为什么 因为他有忠心 因为他喔 有神大同同在 我们看喔 这章里面讲几次 神与他同在 第十二节 扫罗为什么那么怕 为什么忌妒 因为啊 神与大卫同在 十四节 大卫做事无不经民 为什么 他的能力 他的忠心 他的这种智慧 从哪里来 耶和华与他同在 第二次讲 神与他同在 所以大卫十六节 大家都喜爱他 得到众人肯定 再看第二十八节 扫罗看到神与大卫同在 这一章里面就短短 一章就讲了三次 神与大卫同在 所以大卫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这么好 神与他同在 他与神的关系太好了 怎么样人可以跟神的关系好 谦卑啊 谦卑才能得神的同在 所以明加书六章八节 是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行公义 好怜悯 最主要是什么 存谦卑的心 才能够与神同行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跟神交道这个好朋友 谦卑 扫罗为什么被神放弃 不想跟他交朋友 神的灵为什么转离开他 因为他骄傲 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看清楚了 人怎么样让神与他的生命同在 有神当我们治好的朋友 人生怕什么 难怪众人会肯定喜爱我们 难怪我们在人群当中 在家庭里面 在社会当中 人际关系这么样的美好 你无枉不利 因为神与你同在 所以人际关系要好 人要先跟神处得很好 怎么样处得很好 就是谦卑 大卫多谦卑 你看第十节 他现在成为国家大英雄 他照样还来当王的仆人 他第十节 大卫一样 扫罗有问题 大卫一样去弹琴 当一个小小的弹琴者唱诗 来安慰国王 让国王心得到平静 他没有说 我现在是将军 我是战事长 我现在是全以色列英雄 我还在做这种小事情 卑微的事情 没有 照常 所以一个谦卑的人 无论他到什么程度 他到什么身份地位 他一样能够谦卑服侍人的心 照常守他的本分 不改他的本心 所以他一样在服侍国王 你看第十六节 大卫被派做战事长 我现在国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现在号令这个所有的众人 你们去做 你们去做什么 没有 你看哦 这个圣经怎么描述 大家喜爱大卫 为什么 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大卫是身先士卒 大卫是走在前面 是带领的 他是模范 他没有用嘴巴 遗止气死这样子 没有 他带大家一起做 难怪大家肯定他 顺服他 愿意跟随他 难怪冤阿丹 愿意以生命来与他相交 哦 这个是谦卑的表现 当然 这个我们也一样 我们都谦卑 我们的儿女会跟着 我们要来聚会 暑假到了 要长渡经 要多祷告依靠神 我们要来走在前面 像大卫这样 领他们出入 成为典范 成为引导者 这就是谦卑的表现 那人家就会顺服 就会跟从我们 我们来看 谦卑 大卫就真的是谦卑 他自觉不配嘛 所以他两次 国王说 来来当我女婿 他都很 啊 我不配呢 我不配呢 我不足呢 我不能 所以这样谦卑的人 神 就会赐福给他 因为啊 彼得前述五章 五到六节 神阻挡骄傲的人 伸给谦卑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神要与谁同行 就与那谦卑的人 神离开扫罗 因为他骄傲 失去谦卑了 神与大卫同在 因为大卫 一直地 就以神为大 尊主为大 谦卑 带人 谦卑的来服事 谦卑的来顺服神 所以啊 神就 尊荣他 神就提高他的地位 我们看二十 第三十节 神阻挡骄傲的人 所以扫罗到时候被 取代下来 没有错 大卫被提升上来 所以啊 这个 每逢菲利士军长出来 打仗大卫 比扫罗的臣仆做事更精明 神给他恩赐 生与他同在 祝福他 凡事顺利 因此他的名 就被人尊重了 我们被人家尊重 何等的荣耀呢 因为我们谦卑 就被神提升了 扫罗想要自己得名声 就 骄傲被神 弃绝 他 没有得到尊荣 反而被大家 最后被大家唾弃 大卫呢 守本分 做谦卑 然后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神与他同在 因为 他 与神相交啊 不然神怎么会与他同在 写了三次 神与他同在 大卫如果没有去 在如他往常的 跟神亲近 跟神亲近 没有在聚会 没有在读经 没有在唱诗 他的生命怎么会 有让神跟他同在的这样的机会呢 所以啊 我们看 最后看十六节 诗篇十六节 诗篇十六篇 诗篇十六篇 第八节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第八节说 第八节说 我将耶和华常 绑在我 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至摇动啊 哦 原来哦 与神亲近 常常与神相交 把神摆在我的面前 把神摆在我生命当中的地位 我愿意让他带领我的人生 带领我的生活 我的人际关系就没问题了 他在我右边我不会摇动 对不对 大卫没有摇动啊 他立的大功劳 被人家尊重了 大家唱 大卫杀死万万 他没有说 我比国王厉害 我可以来当王了 没有 他不会摇动 仍然谦卑 仍然所本分 因为他常常把神摆在前面 这就是我们人生啊 哦 所以啊 神在我们前面 我们就安然啊 我们就平安啊 我们就不摇动啊 后面遇到危险 神帮助他 扫罗开始害他 神保守他 没有问题的 因为与神亲近 好 这就是大卫 属灵的与神相交的生命 好 然后啊 能够因着神四的福气 神四的智慧 神的爱 哦 来与人相 真诚相待 我们就会得到好朋友 好 我们